有團體在9號發起遊行 向政府表達反對駕照護應的訴求 有市民就表示擔心駕照護應之後的安全隱患 現停非法司機 拒絕駕照護應 參與遊行的市民大多都擔憂駕照護應之後的安全隱患 例如駕駛習慣不同導致的問題等等 其實我是不贊成的 因為大家的駕駛態度是不一樣的 可能行人的安全那方面也會有多少的影響 搞定了法律那邊的問題線 即是要納一納法 或者可能說如果那個司機他有 即是可能撞到親人又不知道怎樣的話 就不可以回大陸處理 即是要拘留他 政府在2013年提出駕照護應的購賞 期間曾經委託學術機構進行調研報告 2018年的5月政府表示 澳門已經完成相關的程序 正是與內地協商協議 但現在還未公佈協議的具體內容 更加沒有落實的時間表 奧奧維事件集記者 蔣樹亭 孟文彬 澳門報導